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,其轴柄质地按官原品级不同,严格区别,一品为玉轴,二品为黑犀牛角轴,三品为贴金轴,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,圣旨的材料十分考究,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灵禁之品,图案多为祥云瑞鹤,富丽堂皇,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卫标志, 作为历代帝王下达的文书命令及封赠有公官员,获赐给爵魏名号颁发的告命或赤命,圣旨颜色越丰富,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官嫌越高,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,有一个老农民在家中竟然收藏了一道五彩的圣旨,而一直到死才告诉了自己的儿子,告诉他如果真的活不下去了,就把这个圣旨卖了,应该也能卖几百万, 也够你后半辈子花了,古代这些玩意到了现代是一个比一个值钱,在这样的太平盛世,古董的价值不言而喻,尤其是圣旨,曾经有个圣旨,在美国拍出了近千万的天价,一般来说圣旨的颜色有着三色,五色,七色之分, 其中五色圣旨为大红,白,明黄,朱红,古蓝,五色蚕丝,明锦为底,墨黑,者蓝,朱红,明黄,蓝绿五色书写,虽说不是每个朝代的圣旨都值钱,但目前来看,清朝的圣旨价值颇高一点, 因为清朝的圣旨上面有马文,也有汉文,很多收藏家喜欢清朝的,而这位老农收藏的五彩圣旨,并且还是康熙时期的五色圣旨,现在如果私人收藏一个圣旨,无论哪朝哪代,都是非常值钱的, 老农的儿子几十年了从来不知道这个事,当老农临时钱拿出那么贵重的东西,自己也吓到了,之后拿去当地的鉴定中心鉴定,才知道这个是真的,也就因为这样才被很多人知道,他家竟有这样一幅宝贝,这真是一个罕见的保存完整的文物呀,李克引来了社会的关注,根据内容来看,这个圣旨是康熙发给一个名为孙伟统的大将的, 这道圣旨很长,里面的内容也保护得很完整,是难得的宝贝,价值连城,当地文物局得知此事之后,专家认为这道圣旨,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保存价值,但是这样的文物应该是要教给更专业的更加强大的国家文物馆保养,否则这件文物受到任何的破坏和损坏都是很大的责任, 文物局每天都来拜访,但老农的儿子每次都是霸气回答两个字凭啥,老农儿子说道,我凭啥把这个圣旨交给你们,我没偷也没想,这道圣旨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,在我父亲去世前把它交给我,还告诉我,千万不要把这幅圣旨售卖掉,也不能交给别人, 除非是到了关乎家庭存亡的时候,如果上交了,我就真的成为了不忠不孝不义的人了,文物局的人看老农的儿子这种态度,也是无可奈何地走了,只带走了一些记录和照片,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不舍,如果你是这个老农的儿子,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同时,你会把圣旨上交国家文物局吗?